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你什么表情 你看什么 我有什么好看的 听说 找了个私人医生 还是个女的 不愧是我哥 你这招高啊 私事 公事一起办了呀 你能不能把你那肮脏卧处的思想收一收 他叫什么名 在哪个医院上班 跟你有什么关系 长得漂亮吗 我从来不以貌取人 那就是漂亮呗 看着了吧 你有病嘛 你饿不饿心啊 那就行 什么 没什么意思啊 你那个宠物医院的计划进行到哪一步了 有想法吗 哪个医院 透露透露 秘密 你呢 我 我什么呀 你的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工作有 有大概的方向了 具体哪方面啊 什么意思啊 这打不开 好 手头有点紧 那 要不我给你掰开 显着你了 去你按呀 你真是 你好 我开车了 老头 你怎么骑车的你 这么大个车你得看见哪 怎么回事啊你 姑娘 我骑好好的 明明你撞了我 你还得说我 你讲不讲理 明明是你骑车磨叽叽的 撞我的车 怎么着 来来来 撞你吗 撞你吗 恶狗 还敢咬人你 别别别别 大股杂 股杂 大股杂 股杂 不要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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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是重新修订过的版本 请您看一眼 好吗 沈总 沈总 来 喝咖啡 谢谢你 谢谢谢谢 你这什么咖啡啊 这么苦 请吃糖 来给你放这儿 差不多高尔多了 哎呀 哎呀 像沈总这么大老板 是不是怎么可能在合同上欺骗我们呢 你赶紧放心大胆地签吧 能不能安静点 我这刚看到第五条 这孩子就是认真啊 但是认真是好事啊 当然了 这认真过了 那就是就要这儿 沈总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我说你到底会不会卡合同啊 这个是修订过的版本 你就看修订的部分就可以了 你主要看第七大项的第一小项 甲乙双方 因经营理念发生冲突 且双方不可协调之情况下 乙方有权让甲方无条件退出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啊 哎呀 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啊 对不对 一家人有什么矛盾不能说 清楚不能解决呢 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 那些你看你看你看 你俩一直在嘀咕什么呢 真以为我听不到啊 行了 计划书反正已经给你了 你慢慢看 如果你有任何的疑虑或者是 问题呢 你可以去找一个专业的律师团队 咨询一下 我先自己看看 打到的 您家人 testimonial 你询一人真是的 你询一事 询一询 您的询一询 是是 你询一询 询一询 你询一询 您想起来 询一询 你询一询 是 是 你也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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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子啊 到了田田手里 有什么可担心呢 是不是 这伤口啊 给您贴上 您可千万不要碰到水啊 这两天 来 您动动 看看手指头 要是觉得有什么 伤筋动骨的 还是得去医院看看啊 我给您去倒杯水 好 谢谢 她的伤口太严重了 准备吸入式麻醉 不用注射麻醉吗 这是锐齐击打造成的外伤 如果有注射麻醉的话 容易加重她肝膳的负担 快去吧 明白 你也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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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里我来善后 你快去跟主人说一声吧 好 辛苦你了 小田大夫 胡子咋样啊 大爷 放心吧 胡子没事 田大夫 胡子咋一动不动呢 大爷 你别紧张 胡子呢 麻药劲还没过 半个小时以后 才能恢复意识呢 谢谢 谢谢 平平 您别跟我们客气 刚才还没来得及问你 你跟胡子 是怎么弄的这一身伤啊 这些渣渣 当时就应该报警抓他们 算了 算了 我也不想惹事 只要胡子没事 我心里就踏实了 对了 这胡子它治治病得多钱啊 你看 大爷 这些就够了 剩下的你留着 就这些 这么便宜吗 您正好赶上我们医院的优惠活动 最近我们打折呢 对 还有 大爷 你回去以后 要多观察胡子的状态 他如果出现呕吐啊 嗜睡 食欲不振的情况 要第一时间带来医院 做全面的检查 我担心他的脏器 受到外力的击打以后 会有损伤 一会儿你去医楼 药房直接拿点消炎药 及时给他用上 就当我们送你了 不行不行 这可不行 这不行 真没事 大爷 上回我们医院大门坏了 还是你帮我们修的呢 咱们监理街坊之间 互相照应是应该的 您说是吧 不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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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跟我们客气了 周大爷您放心 您这个事 我们一定会替您报警 找回公道的